他被移送了 可是這16個字 如果形容現在 坐在那邊的人 難道不貼切嗎 我必須要把這16字再唸一遍 觀眾朋友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不相信科學 蔡總統曾經在7月21號告訴我們說 疫苗這是科學的事情 不是政治問題 如果要證明它安全有效 像這樣的疫苗 它才會讓你施打 可是現在你敢施打嗎 或者是你對它有信心嗎 依照我們的專家告訴我們 這是伴熟的國產疫苗 那看一看 包括高端的公共事務處的處長 廉家恩 其實這就是公關處處長的意思 他上了友台的節目 他更進一步的告訴大家 高端二期實驗的這個疫苗 連美國的莫德納的創辦人 都說好棒棒 我們來聽聽看他怎麼說的 我們在去食藥署專家審議委員會的報告之前 大概前四天 我們有跟這個Dr. Bonnie Graham連線 那他的團隊來都連線上來 大概在梅東當然是十點鐘晚上十點鐘好 那我們把我們臨床二期的數字做一個報告 那報告完以後呢 他就連連說 I'm convinced 他就說這個就是沒有問題 你們的EUA應該要趕快下來 那我們當下就說我們邀請 要不然你連線去那個委員那邊去講一講 那當然他是比較保守 因為他是聯邦政府的員工 那當然他的其他團隊還有一位呢 是負責Johnson Johnson之前幫他們 經過這個伊波拉比 疫苗的核殼的一個叫做 Nancy Solan 那他一直說 You got compelling data 就說你們的數據非常非常好 這個連假案就搬出了美國的一些專家 告訴這個我們的這個大眾 就觀眾嘛 三立的電視台的這些觀眾說 這個疫苗真的是非常好 因為連美國的專家都說 你們說服我了 你們數據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把它揭露在這裡 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EUA應該要趕快下來 可是如果說 你能不能夠把這個報告 或者是說對方 這個可能電話錄音 或者是他們用手寫寫下來的一些證據 我們至少看不到 因為畢竟你是在幫高端做事的人 你講這樣子的話 前話到底能不能夠被信服嗎 我們來看看有一些人 勇敢的台灣人 的確我們也希望 我們自己的國產疫苗 能夠發揚光大 能夠做出來 於是有人去參加了高端的實驗 這個人是藝人 吳林山 他跟他的太太 都去參加高端疫苗的試驗 他說我在年初 參加了高端疫苗的試驗 但是目前為止 高端疫苗還沒有足夠的保護力認證 我會建議朋友 如果可以的話 先施打國際上有實戰的疫苗 用來確保保護自己 吳林山是愛國的 他愛台灣 他去參加高端的試驗 他願意貢獻他的手臂 可是他實驗完了 他還是這樣講 因為會有很多朋友來問他說 林山你覺得要不要打呢 你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還是用國際認證的比較好 這相信科學的部分 我們應該相信科學 更應該只相信科學 我們一起加油 應該不會有人出征他 我覺得他講的非常忠信 那如果你覺得吳林山 他是演員 他可能講的話只是憑感絕獎 好 那我們來看看潘建智醫師 他過去是時代力量的 所以他的立場大家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至少他跟國民黨沒有什麼關聯 他說萬眾矚目的Novavax 大家知道這支疫苗在美國 他用的方法是次蛋白疫苗 就跟我們的高多安聯亞很像 次單位蛋白新冠疫苗 再次傳出 延後向美國FDA申請EUA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人家的執行長說 要讓所有的製造分析疫苗 效力以及純度保持一致 而且合格相當耗費時間 Novavax卡在哪裡 他卡在兩百升 兩千升 兩千升就是兩千公升的製程上 而高端還在五十升苦苦掙扎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的這個高端 不是送一些給衛福部嗎 被退貨不良率有沒有 吳秀梅還說搞不好是更好的產品 那就是因為小的單位 他可能在一升一公升這邊調製 是OK 是穩定的 他把它放大到五十公升 因為你要大量製造 出現了不穩定的狀態 你想想看那個調糖水一樣 他可能調得不夠濃 不夠勻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所以人家Novavex也一樣 他比我們發展得更快 所以他現在卡在兩千升的製程上 我們還在五十升苦苦掙扎 在技術經驗資金品質控制上 Novavex相對高端領先一大截 一個是三級實驗數字漂亮的SSR 高級角色 一個是二級免疫橋接R級的普通角色 大家如果看不懂這個 他做了一個比喻 潘建制說如果用半導體製程而言 一個是台積電3奈米 一個是中芯14奈米 大家可以知道哪一個是台積電嗎 台積電3奈米 當然就是人家美國的Novavex 我們現在是中芯14奈米 所以你看看美國 美國政府其實投給Novavex很大的錢 讓他們去研發 可是美國對於他的EUA非常非常謹慎 對自己國產的Novavex很嚴格 可是他也打槍了好幾家國際大藥廠 意思是什麼 美國 大家應該不會懷疑 他製藥 他製造疫苗的能力 比我們好很多 而且他們投入了多少錢下去 他們很謹慎 不發EUA 甚至他們自己廠商也延後申請EUA 我們的EUA過得真的是親戚過關 我覺得連家安 他現在講法我越來越對他存疑 以前叫做周公恐懼流言日 往往千公下死死 設想當時生變 十一生真未有誰知 人很難概觀論定 他前面做了一些好事 不代表他後面做的還是好事 這是兩回事 那連家安你如果有去看 他在公司的那個節目裡頭 他去幫高端辯護的時候 從頭到尾就不願意正面回答問題 就那邊東轉轉 西轉轉 找一些名詞 晃神一下 消失 然後偷換概念 就是不告訴你 他的保護力到底多少 他為什麼不做三起 他就是不願意告訴你 很簡單 因為他講不出來 保護力到底多少 同樣的 他去拿莫德納的創辦人 這個Dr.Benny Gawain 來背書 第一個 你有沒有獲得人家授權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假設真的這麼厲害 你高端何必在台灣上EUA 你去美國上EUA 連莫德納創辦人都這麼驚豔 都這麼諮詐 那你趕快去 搞不好你比Nova Max搶先 獲得美國EUA授權 對不對 那不是更好 何必在台灣這個小地方呢 所以不要再騙人 不要再說謊 你真的這麼厲害 真的這麼厲害 你就把數據拿出來給大家檢查 為什麼連開個會都神秘兆兆 連個會議紀錄都沒有 你告訴我為什麼 而且他這麼厲害 會不會應該要投資他才對 是啊 照理來講 通常以他這個 他是已經成功過的公司 莫德納 你覺得莫德納的創辦人 會想什麼 你們突然不要給他EUA 我收購 對 正常會這樣 因為太強了 對 他這麼好的東西 開什麼玩笑 那為什麼沒這樣說 我跟你講 我不否認他可能有講 為什麼 我被你說服了 不是 有的場面話 我幹嘛要越洋搭練 而且你成功不成功 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我就隨便講兩句 好 很棒很棒 加油 繼續去拿EUA 就這樣子而已 人家根本也沒講什麼 再來一個更重要的 我覺得潘健之醫生 講到一個最基本的重點 你知道到目前為止 高端看起來比較穩定 是在兩公升製程 是 然後他一升級到 五十公升製程之後 就是二十二匹 會有裡頭退了八匹 就是這樣子 就不穩定 就不穩定 對啊 雖然他們一直告訴我們說 是資料不全 我也不知道資料為什麼不全 那你才五十公升製程 就出現這樣狀況 那兩千公升呢 我跟你講 蛋白質自動化疫苗 本來在生產上面 就比較麻煩 就根本是M1疫苗 那你現在自己本身 基本的量產抽出大問題 就算你這真的是好疫苗 它也不頂用 因為你數量根本不足 所以怎麼能夠把所有的希望 放在他身上呢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民進黨政府一直在陷害高端 你們越是這樣搞 越讓高端 人家對他開始產生懷疑 你為什麼不讓他好好做完三期 其實老實講 全世界現在已經這麼多疫苗了 如果高端真的能夠被證明 是一個好的疫苗 將來可能要打第三劑 甚至可能要打第四劑 甚至有變種病 新的變種病毒出現 你高端都可以拿去治 為什麼一定要趕在現在 你說這中間如果沒有鬼的話 誰會相信 這個真的其實很難說服我們 因為大家知道嗎 全世界現在做次蛋白疫苗 驗發的大概有二十幾家到三十幾家 沒有一家通過緊急授權的 因為大家都還在研發 譬如說要更穩定 其實跑第一名的真的就是Novavax 美國政府對他推了多少錢 投十四億美元 美國政府給他投十六億美元 還不給他EUA 他已經跑到很前面了 那相對於Novavax 我們的高端真的是很後面 可是我們很快就給他EUA 這我們一般人真的很難很難接受 觀眾朋友你要知道資訊是這樣的 大台中醫師公會的理事長魏崇耀 他說在高端被對病毒的保護力 不明的狀況下 如果說可以打 也有違曾經受過的醫學教育 因為違背他受過的醫學教育 自己是不會接受施打高端疫苗的 那當然很多人還是選擇可以打 包括這個高委員 單選高端的 我們現在知道的這個唐鳳的APP裡面 顯示有十八萬零七百六十四人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現在跟高端採買了五百萬劑 如果說這十八萬人要打 那一個人其實可以打到二十七劑 那如果說有的複選 因為有的人可能他覺得說 OK AZ莫德納高端我都可以 選這個有七十萬人 那如果選AZ加高端 或者是高端的有三萬多人 選擇莫德納或者是高端的十二萬人 我們把他用比較寬鬆的標準 通通把他加起來 那大概是有104萬5000多人 他可以接受高端 那我們買了五百萬劑 那這些人一個人也可以打四點七劑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買了這麼多高端 當然我們的高委員他這個很愛國 他願意打 可是剩下這麼多怎麼辦 難不成一個人真的要打二十七劑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大家要不要打高端是大家的自由 但是總是要有人打 那我覺得身為我們民進黨的 或者是說大家認為說 如果說大家認為高端還是有疑慮的 那公職人員是不是也應該要先打 因為現在很多人在說政府的這些 所謂第二類 現在開放混打莫德納 好像大家認為說政府都跑第一 去打這些大家搶著打的疫苗 那這些支持國產疫苗這個工作 要交給誰來做 我覺得政府人員應該要率先作為表率 所以包括我們的黨工職 這些政府的高官 我覺得大家都來打高端試試看 那高端是不是有這麼好 我覺得連家人因為他是高端的 公關處長之類的 所以他不斷的出來鼓吹高端有多好 那是他個人代表高端 他的工作 可是問題是有沒有這麼好 主管機關要站在一個中立客觀角色 包括說高端現在有股票 他有股價等等的問題 那如果說包括他之前所說 高端的保護力有八成到九成 這麼高 問題是事實上有沒有經過驗證等等 這些有沒有涉及到 跟股票股價有關係的 我覺得金管會也應該好好的去了解 因為他這樣不斷的宣傳 好像會讓人家覺得說真的這麼好 但會影響到他的股價 可是到底事實是不是如此 這部分如果不是真實的話 其實也應該要去適宜 就是說他所說的只是代表說 他現在的怎樣的狀況 並沒有經過完整三期 不能完整的來做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宣傳 所以我就覺得當然很多地方 當然他自己會老王賣瓜 那作為對台灣來講說 美國為什麼到現在 不敢給Nomavix這個EUA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有足夠的 包括BNT 包括莫德納 包括嬌生 他們不需要再額外的去做EUA 因為他們現有疫苗已經夠了 但是台灣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我們買的疫苗都進不來 我們手上已經完全沒疫苗 八 九月空窗期 所以我們是不得不 但在這種不得不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要去拚覆蓋率 所以我就覺得身先是足 就是說大家不打 那我們來打 那我們先來打打看 讓大家來看一下說 到底打高端會怎樣 所以如果高端瑜打完之後 沒怎麼樣也許有人會願意打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是個人的選擇 但是因為如果說 民進黨的都願意去打了 黨公司都去打 政府也去打了 民眾也會覺得說 你政府你都自己敢打了 那我們或許也覺得說 可以相信 那如果你連自己都不敢打 你只告訴他這個東西有多好 人家也不一定會買單 是2017年我們手上的資料 民進黨黨員是27萬 那現在21萬 對不起是21萬 那現在已經過了三年了 民進黨的黨員應該增加不少 應該是要超過18萬才對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單選高端的人數還是很少 只有18萬 那我們也鼓勵民進黨的黨員 以及公職人員 趕快像勇敢的高嘉瑜一樣 出來打高端 觀眾朋友為您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這是日前有一名網友 因為在網路上面刻意散佈不實的消息 他散佈這個消息的內容是說 蔡總統 蔡英文已經在國外施打疫苗了 施打了國外的疫苗了 被警方給逮捕了 這個民眾被警方逮捕送辦了 可是法官 法院認為 這名網友散佈謠言確實不對 並沒有對社會造成恐慌 因此裁定不罰 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訊息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也在講 如果說像這樣子 一直想要用這種這個把你法辦 用社違法法辦 然後恐嚇人民的話 其實這個法官 可能他們自有定見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所謂施打疫苗這件事的排序 排成到底有沒有道理 今天聯合報有一則新聞 就是他揭露了食藥署的疫苗 超達169% 這個是之前就已經揭露了 可是其中名單曝光 吳秀梅他擔任董作的 醫藥品查驗中心 這是一家財團法人中心 裡面有100多人 也被編列為第一類的醫護人員 全部都兩劑打好 打滿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因為這些人他不用接觸病人 他不用在第一線看病 他只是查驗一些藥品 說審核到底讓不讓通過 這樣子也要打疫苗 那今天當然有人打電話 去給吳秀梅 就問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吳秀梅給人家掛電話 他說食藥署真的有人染染疫 他跟聯合報記者說 有70幾個人沒有辦法上班 難道你希望我們工作停擺嗎 這個議題已經講過了 不想再講 咔嚓把電話給掛斷了 聯合報記者傻眼 那也有人說吳秀梅 為什麼這麼酷 因為他是陳時中的愛將 這要問問我們那個陽明了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背後有白骨 有人 對 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去年他這個一戰成名 就是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面 蒸口罩 示範怎麼蒸口罩 那時候口罩很缺 那時候有立委去氣炸口罩 結果那一天他被笑 所以他們就示範說要怎麼蒸 結果居然是派出我們的食藥署署長 那時候還有很多的側衣去推說 這個食藥署長是美女 怎麼樣 好想知道她是誰 好 他是這樣一戰成名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有什麼背景 來 這個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是他的弟弟 吳祺陽 我們這一位 這是我們T台的資料畫面 十幾年前的 好 他吳祺祥 吳祺祥 對 吳祺祥 這是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以前是什麼 他是牙醫出身的 他以前選 但是南投縣議員 還當選過南投縣議長 在南投做過議長 議長所以是非常 在地方勢力非常強 可是他在2006年 設入捲入了一個沙石壁案 最後因為貪污 最後被法官判了 六年 六年的徒刑去入獄 好 那議長入獄了 那他議員的棒子交給誰呢 好 交給了這一位 交給了這一位 這一位 羅美玲 對 他的弟妹 就是吳秀美的弟妹 他叫羅美玲 他是 他就2014年 他代替代夫出征選南投縣議員 選上之後2020年成為民進黨 第一位的新住民立委 他原籍是馬來西亞 他來台灣讀書 認識了這位他的老公 然後兩個人就結婚了這樣子 所以吳秀美是有立委當靠山的 其實這一個關係 所以民洋 你的意思是這個 對不起 楊明 你的意思是說 吳秀美因為他的弟弟的太太 很有力 對 是這樣子嗎 其實回到剛剛那一個 最重要的是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還是小英自由會 南投縣小英自由會的顧問團的團長 陳時中本身也是小英自由會系統的 所以他們就是所謂的小英自由會 所謂的英系 所以他們是小英幫 就是說在選舉的時候 都是全力挺小英 那我只能講到這邊 就是說就是說這個 這個人他是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他的親戚觀 親戚裡面就有人在當立法委員 好 那比如說我問問家瑜 在理論上 只要跟那時候我們六月審那個紓困 好 我們關心